電視劇啊 我要說的是我其實沒有退出 結果發生的時候他就必須退出 就是我前陣子 我老公的那個記者會 然後就是 財經版的記者就問說 那你現在就是隱居幕後不覺得有點可惜 說 我想說我是不是應該要 說些什麼或者是發呼些什麼 其實這段時間我就是在上課 我們就上完Meissner 我們又跑去外面 像依晨也是 我們就是會一起出去上課 跟Aaron 我們就會約一起出去上課 那我們上了真的很多的課 然後我們很享受到學生的感覺 最近小孩放得下嗎 小孩嗎 有啊我今天出門 媽媽你不能走 我都很心跳 對不起 我想說我又不能狠狠地把門關了 說我要走 我還是要 是每一個都這樣子 老大好多了 老大在那麼小的時候 在兩三歲的時候也是 哇媽媽你不能出去 抓著被子在那邊哭耶 然後老二現在是會抱著我的大腿 媽媽你不要走 你不能出去 我說我去上課 你不能上課 他就爆呼 但我覺得我 這樣就走 會對他的心靈會有些創想 所以就動畫時間來做 對 地妹 對 其實是我被恭喜得很莫名 對 對 然後我朋友就在看 你今天晚餐差不多會喝酒 他們也不好意思 有人會直接說恭喜 然後有的就說 你怎麼可以喝酒 然後我們一直 我老公也今天到了 魯雪花般的公式 米拉姐說 因為我把手放在肚子上 對 那個我只是 就是他放在肚子上 那個手放肚子我也 跟他同一個pose 就這樣而已 蛤 為什麼他這麼大 為什麼他這麼大 為什麼手放肚子 手亂摸 對 不要亂摸 你現在我在育房 第三胎的出現 我一直在想說 萬一被問到第三胎的問題 跟你要不要再生一個 你的問題啊 我一直在想說 要怎麼回答 那 我覺得大家喜歡講 順其自然 自然好像也就是 老根 我一直在想 想了想 我覺得 順其自然還是 最後 對